原标题,吹牛也是大国标派,普京大战,苏五十七世界最优,别的是浮云最近普京,在索西发表了一个讲话, 其中大战他们的五代战机苏五十七,苏五十七战斗机是目前为止最好的飞机,而且是世界最好的飞机,它的性能无人能及,没有任何一架飞机,能像我们的飞机一样好。 普京如此不宁赞美,俄联合飞机公司的总裁,立即借干爬树,发表声明说,第一批世界上最好的苏五十七,将于2019年底移交给俄军。 普京如此高度评价最新战斗机苏五十七,一点也不奇怪,谁都夸自家的孩子最好吗? 就像特朗普赞扬F-35,在每次战斗中都占据绝对优势,无人能及,自信或者说吹牛,和核弹,航母,五代机一样,都属于大国标配。 第五代战斗机的性能标准,包括机动性,武器系统,雷达技术,以及隐身能力等,特别是隐身能力涉及整个机身的设计,尤其受关注。 普京大造的苏五十七能否连续生产,和它们的新发动机,能否攻得上密切相关? 只有装备了新发动机,才能保证苏五十七在无人驾驶模式下,实现超音速飞行。 隐身,是第五代战斗机的核心特征。 俄罗斯苏五十七的重要设计理念是,创造一个特殊的空中优势平台,能以绝对速度、机动性、隐身性能和武器系统,打击高价值的空中目标。 正是基于这一设计理念,苏五十七并不需要绝对的隐身能力,和各种智能操控功能。 而F-35主要围绕战场态势融合理念设计开发,配备了各种先进的传感器和信息处理系统,能够构建全方面战场综合态势,并将实时情况传递给其他单元。 各国设计军用飞机,原本就注重突出自身特点,根据自身作战需求,来确定优先事项。 每款战机会在某些方面突出其优势,在其他方面则取相对平衡。 所以,F-35和苏五十七,虽然都属于第五代战斗机,但角色定位不同,性能指标也不同。 正因如此,我们在比较中美五代战机性能的时候,不能简单的比较谁个头大,谁个头小,个头小的,没准在某些方面更厉害。 从这个道理上说,无论普京还是特朗普夸赞自己的五代机无人能及,倒也有他们的吹牛依据。 反正,苏五十七总有一些性能指标超过F-35,而F-35也总有一些指标超过苏五十七。 反正,苏五十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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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